伊蘭海岸線去年出現了大量的不明油污 影響生態 有一隻藍臉尖鳥呢 當時是全身不滿油污 動植物防疫所救治是分次清洗的五遍 才把油污清除 藍臉尖鳥展開翅膀 往海邊飛去 成功野放 因為伊蘭海岸線 去年突然出現大量不明油污 當時這隻藍臉尖鳥 雅成鳥 在五節湘海邊被發現 全身不滿黑油 無法再度起飛 被民眾送往動植物防疫所搶救 受益把魚對往水池裡 測試這隻藍臉尖鳥的捕食能力 以及評估羽毛 是否重新具有防水功能 因為油污除了影響海鳥飛行 好會讓羽毛失去防水 導致海鳥無法保暖而失溫 然後就用三道洗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烘乾 之後再測試它的防水性 然後如果沒有辦法防水的話 就再重複清洗 而藍臉尖鳥因為沒有鼻孔 難以控制身體 要清除身上的油污是困難的任務 動植物防疫所上網參考 夏威夷動物救傷協會的經驗 購買洗油污專用的洗潔劑 用不同比例的洗劑 分次清洗了五遍 還終於把藍臉尖鳥身上的油污 全部洗淨 是給它在池子裡面游泳 看起來狀況都非常不錯 而且體重也增加了 已經增加到二點多公斤 所以我們才決定要野放 透過這次的經驗 防疫所將會留下洗劑比例的紀錄 以備不時之需 不過藍臉尖鳥屬於大洋性海鳥 鹹少接觸陸地 在台灣很少見 但在海上數量多 只是人為的污染 卻對這類海鳥造成生命威脅 而且從救助到成功野放 過程相當不易 其見人為活動破壞環境和生態 要復原何其困難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